大家好,爱吃一的小猫君又还在家见面了 李生基和李多云的婚礼算已经过去了三日 但热度依旧不见 在韩网热搜TOP10里占据了五个位置 七日的那场双礼联姻的婚礼可谓豪华又盛大 不仅李多云的巨大王冠习近 拉的宾客也都是民众们叫得出名字的明星艺人 现场众星云集 刘再熙、江浩童、李东旭、刘衍熙、车音优、韩孝舟、李世荣等大咖全到齐 为小两口送上满满的祝福 蛋糕结婚三天就传出了惊人消息 让人纷纷感叹 有诈骗犯前科的李多云果然不简单啊 接下来就和小猫君一起来看看吧 七日的婚礼上李生基单膝下跪 演唱了和我结婚吧 逗得新娘李多云笑容满面 婚礼上新娘的穿戴已成为的话题 八日李多云在传达结婚感想的同时 公开了华丽的新娘皇冠 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手工制作首饰 因此格外受到关注 而且这对新人租借的婚礼大厅 是该酒店最大的帕纳斯大宴会厅 以华丽的室内装饰和价值约1000万韩元 约和人民币53000元的鲜花装饰而闻名 特别是2月播出的KBS2TV年终Plus显示 该场所是能容纳1500多名宾客的 大规模婚礼场所 准备费用1亿韩币约和53万人民币起 震惊了不少韩国网友 奢华程度可见一斑 先前两人宣布婚讯时 曾被外界猜测是女方怀孕了 经纪公司证明发生否认 不过随着婚礼上流出的斗中线索 两人先上车后补飘的传闻再起 此外也有人指出 李敦盈当天婚礼脸部明显水肿 当天李敦盈穿着宽松的婚纱 但是肚子位置还是有些凸起 手上拿着的捧花 也比一般婚礼用捧花大很多 似是为了用来掩盖肚子 另外他们婚后并没有驱途明月 而且婚宴也是在周五举行 这也很让人疑惑 该网友还指出 韩国人通常会选择周末举办婚宴 但由于婚礼是在肚子明显突出之前举行的 所以推测婚期只能选在有空位的周五 看完疑惑 其他网友纷纷热情评论 我也这么觉得 李敦盈婚纱的线条被解开 脸庞一看就肿胀怀孕了 为什么选择周五这么奇怪呢 等等 其中让网友认为铁证的便是李敦盈的亲子子 演员李又飞在Instagram上晒出美门的照片时 文字写着 世上最大的祝福 从今以后换我叫你子子 还附上了天使宝宝的符号 让外界褪色是画中有画 暗示李敦盈肚子里已有爱的结晶 还有网友发现 女方明明身高比李生姬娇小许多 在婚礼上却仍穿着平底线 网友们几乎都幸福了 李又飞的表情包就是证据 小天使来了 有没有怀孕 七月电视剧制作发布会 看到李敦盈就知道了等等 还有网友说 好像是儿子 我才性别太超强了 二小两口也在先前透露 决定不去一生仅有一次的蜜月旅行 种种迹象都让讨论度再度飙升 对此李敦盈经纪公司 于10日正面回应了传闻 再度否认怀孕 表示怀孕传闻并非事实 李敦盈正在投入 预计于下半年播出的历史剧《恋人》 事实上 先前李敦盈有人 透露小两口放弃蜜月旅行的消息时 就曾解释 是因为南方工作繁忙 除了电影拍摄以外 主持的选秀节目 Peak Time也将您来总决赛 总决赛后 接着就投入巡回演唱会 少年走在路上Captor 2 预计将陆续跑遍 首尔 东京 大阪 台北 马尼拉 几乎整个五月份都在海外奔波 但是网友们还是不信 毕竟 韩语圈很多明星都是凤子成婚 遭到质疑时也是否认 结合多个蛛丝马迹来看 很有可能已经怀孕了 其实在2020年时 就有人猜测他们会结婚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2020年 李深西于首尔城北洞 买下一户 价值56亿 3500万韩币的豪宅 并将此处登记为 他个人工作是Human的营业场所 但后来却被爆出 该处的内部李氏 已被改为李多英的本名 李主席 这代表着两人的关系 已经进到一种 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应该是两人打算结婚了吗 将自己这么昂贵的豪宅 交给女佣 但是 当时两个人的恋情 并不被看好 甚至被称作 百亿国民太子 和历代级诈骗犯女儿的 爱情进行中 韦诺18年 他为爱下地狱 多少人通信击手的喊话 圣姬啊 你真的是在自掘坟墓吧 没想到 李圣姬清白多年 最大的污点 居然是娶了这位 家是污造的新娘 他还爱得要死要活 不认识他的人 如果把这关系放在内域 大概就是 胡歌去了曲婉婷的程度 要知道 李圣姬是一个 国民级的男演员 在韩国好感度极高 出道前 他就在考学 需要挤破头的韩国 拿到了硕士学位 17岁出道的歌手李圣姬 脸蛋还有点阴儿肥 各个年龄段都挺喜欢他的 他跨界演习的成果 也非常不错 虽说知名度 比不上李敏浩 金秀贤 宋忠记 但他当红式 主演的灿烂的遗产 大结局收视率 47.1% 火到湖南 为什么买版权 放在黄金档热播 给个数据参考一下 2016年 太阳的后遗 最高收视率 46.6% 紧接着又牵手 声米儿拍了暴剧 《我的女友是九尾狐》 接连两部 帮他摘下 白响艺术大赏 最佳人气男演员 SBS演技大赏 男子优秀演技奖 而笔舌的他 也不过23岁 退伍后的他 花游记 首播收视 新西游记里 他作为老妖 经常被欺负得不成样子 却也收回了大哥 和观众们一致的宠爱 李生姬那时 唯一的绯闻 还是和韩国的 国民级爱豆 林允儿 不过像大多数 南韩艺人分手的原因一样 他们也在一年后 因为聚少离多 分手了 都说 同心难难做 李生姬也算半个同心 他经常不被粉丝 允许接近女艺人 被告诫要手难得 李生姬也乖乖听话 随着市场的变化 李生姬发现 如果不做出改变 自己也会被淘汰 于是 他接下了窥探的剧本 这部剧的成功 对他来说 是里程碑级的 大家印象中 一直都是乖乖的李生姬 再具的前妻 突突一枚小太阳 让人猜不透 到底谁才是反派 到了后期 郑巴林的残忍面目被揭开 大家再看李生姬 都会带着一点 审慎的意味 这小子 有点东西 李生姬的形象 一直像我的女朋友 是九尾湖中一样 是一个懵懂单纯的男孩 在韩国综艺 迅速崛起的那些年 节目里少不了李生姬的影子 作为韩国家喻户晓的综艺 两天一夜的初代成员 放得开 没偶像包袱 人还有点呆萌 综艺黑洞形象 圈粉无数 看着就不大机灵 2009年 又成了强心脏MC 跟江湖东一唱一贺 那是相当自然 后来江湖东 因税务问题被迫下车后 24岁的李生姬 独自挑起节目中担 完全不怯场 基本上李生姬参演的 都是国民综艺 手术率都不错 作品拿得出手 能力强 性格又随和 圈内人员也好 是韩国国民MC 江湖东极其欣赏的亲弟弟 年纪轻轻 就跟着老罗拍综艺 罗PD也一直很提携他 和李瑞正关系也不赖 圈内年底 李生姬爆出打工19年 被公司拖欠十几年的薪水 据说他有着百亿收入 但在公司层层客户下一分 都没落到他手里 李生姬被压账了十几年 终于决定起诉 却被威胁 我要赌上我之后的人生 杀掉他 艰难搏斗一年 李生姬才经济拿到 不分钱款 他表示自己 已经把这些钱 全部用作公益 大家都以为 他重要苦尽甘来 可是这样的李生姬 却在宁初突然宣布了 和李多银的恋情 还是直接结婚 女方和他的姐姐妈妈 都是演员 然而他的继父 却是全国臭名昭著的诈骗犯 这个经济犯在韩国 可是历代级的 他在职期间 通过操纵高达 266亿价值的股票 贪污了99亿韩元 35万个家庭 被逼上绝路 甚至有很多人 选择了自杀 而他的母亲 涉嫌参与了这次诈骗 李多银的亲爹 也是个前科满满的 暴力犯罪狂 身在加害者的家庭 李多银毫不在意的炫富 一家人从未道过歉 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粉丝们就集体反对 在论坛里远生载道 租侍卫车游行 但即使粉丝开着卡车侍卫 也没能阻挡 个个的恋爱脑 李生姬还是在非议中 毅然决然地和李多银结婚了 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是凤子成婚 只能说 李生姬 你自求多福吧 期末 有意大咬的